哈喽,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年后已经开启了影视开机热潮 1月29日由吴磊、赵金麦、李贤主演的电视剧在暴雪时分 与芬兰、赫尔辛金正式开机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吴磊身穿母校北京电影学院的长款羽绒服非常帅气有形 而赵金麦则穿着黑色上衣和白色外套 搭配运动裤,身处雪地之中,竟现青春美 两人分别站在摄影机店旁,超强的CP感扑面而来 身高长也很萌,这对年轻又有实力的组合真的是十分扬眼 在暴雪时分改编自同名网文 讲述了昔日天才斯诺克选手林一阳,吴磊士 与当红九球选手赢果赵金麦士 相遇在一场十年难得一遇的暴雪之夜 两人慢慢熟悉后,因果了解到林一阳的往事 原来林一阳曾经也是斯诺克天才 在一次比赛中,应对裁判,法判有益意 争取时无意冲撞采判而被罚竞赛 他不服判决,竟直接宣布退役 在因果的带动下,重拾最初梦想 返回斯诺克赛场 最终两人共盘事业高峰 一同为职业台球事业贡献力量 据悉,此次盘摄有真实的北欧雪景加持 相信整部剧的质感以及浪漫场面的呈现 一定会更加精彩 而在此之前,赵金麦和吴磊就曾被排到先后抵达芬兰 当时就中东奥纷纷猜测,在暴雪时分 是不是即将开机了 如今路透图事中,也印证了网友们的观点 拍摄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1月30日,吴磊工作室 更释放出了吴磊打桌球的派利德 不得不说,三十弟弟真的是很靠谱 为了电影,剩下乌兰学习打碟 为了电影,我和我的父辈提前进组一个月练码 为了电影,阿修罗学习跑酷攀岩 为了电视剧,启航,当风起时 学粤语,学口琴 为了电视剧,心寒灿烂,月生残骇 一分钟左右的戏份,专门请老师学古琴 为了电视剧,爱情而已,学网球,精进羽毛球 为了电视剧,在暴雪时分,学习抬球等等 为了拍一部戏,get一个技能,不是说说而已 对待每个角色都是全力以赴 两位年轻人的合作,以及实地取景 赚足了观众们的期待值 希望这部剧能够早日播出 期待两人能够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1月31日,安吉拉贝比·宋伟龙 人豪的相思令也开拍了 现在已经有出庄路透了 安吉拉贝比·宋伟龙虽然年龄相差10岁 但是两个人的颜值状态看起来都没得说 相思令改编自席卷的小说《抢雷的新娘》 讲述女扮男中的女主 君起罗在西夏今生的土中 被气氮猛的劫走成为了她的女奴 非常古早的台湾小烟 故事狗血又上头 不知道拍成电视剧会不会很雷人 除此之外,这部剧刚拍就被偿摔 许多华尔预测这部剧播出效果不好 主要有以下几点语音 第一,安吉拉贝比演技被观众诟病 因为以前安吉拉贝比的演技老实被抄 而且瞪眼的浮夸表演被广为流传 以至于演技口碑严重下降 许多华尔认为 如果不是粉丝 应该不会有人专门去看贝比演戏 第二,宋伟龙古装造型拉胯 宋伟龙是内娱沙偶的浓眼线帅哥 五官非常立体精致,身材也很出调 但是即便再长好看的人 没有好的造型打扮也是百搭 之前,宋伟龙也奉求黄的时候扮演戎智 就被布上远剧党吐槽 一件戎智物中生在剧里根本不存在 因为宋伟龙在剧中的造型确实丑 刚刚谈上来的君子萌 宋伟龙依旧逃不过被吐槽 古装造型丑得云论 感觉帅哥还是多眼镜江文学里的现代帅哥 获得几率会更大些 毕竟现代造型是真的帅 第三,该剧扮演者男二仁豪早已塌房 说起来仁豪真是个很神奇的爱豆 从19年在创造营出道承民以来 前两年频频为各种负面新闻上热搜 把路人员都败光了 人品简直堪用 而且作为爱豆 他还没有承民前就已经塌房了 恋爱期间,脚踩N条船 除了练琴和劈腿之外 他被诟病的一点 还有曾多次发表不当言论 哪一情开玩笑 发表过关于核废水的不当言论 出演维护私生 让根车的他们注意安全 做核酸查队的等等 被网友超市六边形塌房阵势 因为在多角度多层面都进行了塌房 有他饰演的男儿引起了许多旺的反感 甚至为片方不做被调就选他演 对该剧的上心程度也不高 除了在暴雪时分和相思令之外 刘宇宁和宋祖儿的折腰最新路透也曝光了 看来是开始拍摄了 1月31日电视剧《折腰》宣布开启并公布阵容 该剧宋祖儿、刘宇宁、玄露等领衔职愿 刘晓庆和胡山特邀出演 李雪芹特别出演 何任东特邀出演 除此之外 高伟光、孔雪儿、敖子义等演员也在干续亮相 其实在很久之前 就传出了折腰影视欢的消息 不过当时传的男女主还是宋毅和张婉毅 没有想到这部剧从官宣、主演到正式开机这么快 宋祖儿和刘宇宁的组合也上人眼前一亮 在还未正式开机前 网上就已经流传出两个人的角色路透图 一眼看去男帅女妹 还是很有CP感的 如今折腰已经正式举办了开机仪式 虽说刘宇宁穿着一身黑衣十分低调 宋祖儿却穿着羽绒服保暖性极佳 此前刘宇宁在一念观山拍摄时不顺伤的腿 没有想到折腰开机罩中 她的辅助身背还没有拆下来 戴上还要进组盘戏 这些行为还让人很震惊当 不过想来她应该心中有数 尽管宋祖儿和刘宇宁都裹得严严实实 但这体型差和身高差 已经勾起了观众对这部作品的期待 不过比起开机路透张来说 还是两位演员在剧中的造型路透最洋艳 宋祖儿所饰演的小乔 一身古装简约却不简单 哪怕是中份造型也能很好驾驭 再无滤镜绳图 颜值依旧扛大 看得出来她还是很适合看服造型的 作为9号小怀的宋祖儿 陆瑞元一直不错 童星出道的身份也为她积攒了不少人气 她在折腰中的造型和之前的角色 还是有些差别的 哪怕在远景镜头下 宋祖儿的颜值依旧能大 尚未褪去婴儿肥的下巴 还有几分可爱 不愧是观众心目中的那个小张博之 宋祖儿的五官 在对脸排的绳图镜头下 也毫无瑕疵 乍看之下 让人不禁被少女的明媚和灿烂喜 发誓也并不反复 力求与服装风格 与本人气质统一 不会显得悬兵独注 只要改编自彭莱克的统名小说 讲述了由刘雨宁 饰演的《在乱世中》 历经失去腹凶之痛的 卫尚为了百姓生计 与宋祖儿所饰演的巧家幼女 巧蛮联姻 最初 卫尚和小吕都如绿薄冰 却在一次次的危机中 彼此依赖 最终真心相爱 并且而行的两人 凭借夫妻墨迹 不仅化解了家族矛盾 更携手还百姓 平和和安宁 原著中卫尚的人设就是 身高接近一米九的 中全形将军 小桥人设则是 国色天香的角色美人 从路透图来看 穿着古装的宋祖儿一颇一笑 都散发着女神的味道 让人不禁期待 她在整片中的表现 刘雨宁饰演的卫尚 穿着红衣古装 站在小小的身边 像极了种犬护卫 但单人路透照中 则是霸气侧漏的灵力男神 红衣披风穿在身上 眼人是寒慢 男主双开门冰箱的骑士感 想来是为了显得 男主神材壮实 更有武将风范 从目前流出的角色路透来看 卫尚的发型 是颇具代表性的高马尾 虽然和传统意义上的 汉代男子造型有一定差异 但也算是国偶剧的男主标配 尽管刘雨宁的长相 并不属于让人一眼惊艳的大帅哥 但在路透土中的状态都很不错 下河线清晰可见 侧颜精致与化 给人的感觉 旧少年将军的意气风发 还有乳将的沉稳内敛 刘雨宁在一念观山杀亲后 几乎是无缝禁足折腰 不过能够很明显的看出 应远周和温上的区别 看来在一步接一步的作品打磨下 她的眼睛也进步不少 由于说一 她自从一念观山之后进步很大 也许是背黑多了 背部肉眼可见的挺拔 显得很飘逸 而且更重要的是 刘海干净 她就很适合 干净一点无刘海的造型 蛮好看的 脸小鼻子高挺 氛围感一下子就有了 符合镜头美学要求 至于贱眉木星 靠妆容很容易打到 自带的秦冷和不怒自为的气质 真是无法复制的 好了 看完这三部 几乎是同一日 看新的电视剧 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谁又是你心目中的 亚宝爆款预定呢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